英文開關 英語真簡單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今天我們要看到的是 如何用英文拒絕別人 又到了每週的月底 也就是要吃土的時間了 不是 又到了月底 每個月月底怎麼樣呢? 每個月底就是由我們的專屬社團 賣粉蜜粉集中碧所票選出來主題的時間 那我們這次票選出來的主題就是 如何用英文拒絕別人 那我相信這個影片會當學很簡單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太多人一直說 麥可老師可以這麼在一起嗎?這樣子 所以太多人都是一直這樣子 害我就是要常常拒絕別人 所以我應該很在行是不是? 沒有 其實沒有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看到 在五種不同的情況下 要如何用英文拒絕別人 那拒絕其實是一種藝術 怎麼說拒絕有三個大要點 那第一個要點就是 不要讓別人覺得你是一個很自私自義的人 然後第二個呢 是不要傷別人的心 那第三個則是怎麼樣 避免不必要進步的政治 所以以下的五句呢 都是根據這個原則所說的英文句 那第一種情形是什麼? 當討論了很久還沒有共識的時候 那因為有時候很多東西是非常非常主觀的 不管是語言的學習影片等等 其實都很主觀 所以沒有一個一定正確的答案 那討論了很久 說不定用了兩三天一個禮拜 還是沒有共識 還是公說公有理 播說公有理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用一句話 結束這個尷尬的情形 也就是 That's agree to disagree 就是好吧 那既然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沒關係 我們只要互相尊重好了 這個才是 人與人相處之間最重要的事 也就是 互相的尊重 第二個 時間點不對 其實真正正確的應該是 在對的時間點做對的事情 那有的事情雖然說它是正確的 但是如果呢 你在不對的時間點做 或別人在不對的時間點請你做這件事 但其實非常非常的尷尬 因為你可能有其他的任務要忙 這個時間點真的是太怪了 那如果時間點不對的時候 要怎麼拒絕別人呢? 你就可以用這句話 叫做 I wish I could but it isn't possible right now I wish I could 就是 我希望我是可以的啊 但是就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I wish I could but it isn't possible right now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 I wish 就是其實就要打成對方了 I wish 我們後面直接要接假設器 就是不會啦 就是騙你的啦 就是說 我希望可以這樣其實 我不會幫你做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真心的希望 你可以幫別人做 或是之後會真的做這件事的話 你就可以用的是 I hope 那所以 I wish I could 就是說 我希望我可以啦 但是不好意思 我不會這樣做 I wish I could but it isn't possible right now 時間點不對 所以不好意思 不會幫你做的 我們就可以這樣拒絕別人 第三個 價值觀不同 或是在意的點不一樣 那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會有所謂的 peer pressure 擦壓力 那你的朋友啊 他可能會有抽菸 會有喝酒的習慣 他就會說 你要不要抽一下菸 你要不要喝一下酒 或你要不要幹嘛 那很多人呢 這個時候如果這個 與你的價值觀不符合你 一定要馬上說 No thanks 不要 千萬不要說 好啦 那我就抽一下 那我就喝口酒 那我就怎麼樣 沒關係 不要 價值觀不同就是 大部分跟你朋友說 No thanks 那你後面呢 如果你要說明原因的話 你就可以說 I'm committed to something 比如說你朋友 你抽菸根很久 但是你就是 你就是要參加跑步啊 那抽菸根喝酒 當然會影響你的狀態 你就說 Sorry I'm committed to running 你既然已經下定決心 要好好認真 跑步 當然就不可以抽菸喝酒 會影響你的體能 對不對 如果呢你朋友很不爽 怎麼辦 那我建議你啦 Michael老師 心靈老師 張老師輔導專線 你說這個時候你可以不用那個朋友 因為真正的朋友應該是 互相體貼 也不是逼你去做 你覺得不OK的事情 像我有一些好朋友 他們其實都會抽菸 那他們也不會叫我抽一口 或怎麼樣 反而他們會在乎說 欸就是我做的地方 會不會是順風術 這樣我不會被尋到 他們都會叫我去做逆風術 那這樣即使他們抽菸 我也比較不會被尋到 然後他們也不會叫我抽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好朋友 好嗎 雖然說我朋友蠻少的 但是還是有一些的 好嗎 第四種情況 別人把你的專業當免費的時候 尤其是你在教英文 或是語言學系 不管中文系 英文是什麼系 他要幫我翻一下這個 喔這句話的英文 什麼法文是什麼 靠腰呢 你有給我的錢是不是 我還要告訴你 很多人會把別人的專業 當成免費 就是好像 我是一本字典一樣 或是我的臉 就長得說免費翻譯 是不是 我的臉只有寫個字 叫做帥好不好 那這種時候 你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很直接 說 Show me the money 要我做是不是 錢拿來啊 用錢打我臉啊 我就幫你做啊 這樣子 那如果第二種呢 對方就是 他就是 死不付錢啊 對啦 他就是不可能會付錢 就是那種很貪小便宜的時候 這個時候怎麼辦 那一字訣就叫做拖 你就可以跟他說 Would you like to be put on the waiting list for 一段時間 這樣子 就說 欸現在有點忙 那我可以幫你安排一下 沒問題 Would you like to be put on the waiting list for like 10 years 可能十年後就輪到你的案件 這樣子 那通常你都這樣說 人家就知道 不行了 除非他真的要願意等十年 那也是蠻屌的 OK 所以第一種 直接跟他說錢拿來 第二種就是一字訣托 Would you like to be put on the waiting list 我把你放到那個 代辦事項 十年後的代辦事項 這樣子 或是 Forever 第五種 拒絕別人的告白 這個我 這我可是最拿手的 其實也還好啦 對啊 畢竟 他沒有人跟我告白過 那我們有三個面相去探討 第一個呢 就是說 你現在沒辦法交代女朋友 這個怎麼辦 你就可以說 啊我爸爸媽媽希望 我現在好會用中讀書啊 他們希望我30歲再交男女朋友啊 所以不好意思喔 拜拜 那這個時候呢 你英文就可以用這一句 叫做 I'm glad you asked me out But I'm not really interested in dating right now 就是啊不好意思 現在就沒有很想要交我 這樣子 那第二種說法是什麼 第二種說法就是說 你已經有對象了 你就可以說 I'm seeing someone recently 或是 I'm seeing someone right now 那我現在已經有穩定交男 穩定約會的對象了 所以就no 第三種呢就是 直接盤好人的喊 你就可以說 I think that we would be better as friends 就是 我們還是當朋友就好了 以上呢就是 五種拒絕人的方法 有沒有 就是非常的委婉 非常的 polite 然後 然後不會引起進一步的衝突 我做人就是這麼的棒有沒有 好怪我其實都不是這樣的 好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記得 每個月的最後一週 都會是我們賣粉蜜粉票選的影片 如果你想要票選的話 趕快加入我們的專屬社團嗎 那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每週二晚上八點都有新影片 英文漢漢漢英語真簡單 See ya 那我通常都怎麼拒絕別人呢 Fuck off